歡迎收看 我愛偶像 歡迎收看 歡迎阿達 大家好 八邊了 對 阿達 尊重二代目來 謝謝劍虹哥 謝謝 謝謝 謝謝小潔哥 不要這樣 謝謝 謝謝Apple姐 謝謝Apple阿姨 最終二代目 怎麼可以來到 我愛偶像這個節目 顧名思義要來的人 都是偶像 你是偶像 是偶像 討厭不說的 你懷疑自己是不是 當然懷疑 很多人 就是很欣賞你的才華 對啊 就說不是偶像了吧 馬上轉變 這是一種偶像 對啊 你看小潔發片 能自己拍MV嗎 他也是一樣 我們兩個走路線 是完全一樣 就是 想不開 想不開 賠錢貨 一條龍都自己來 這好橘啊你 好橘好橘 所以這個 以這個設計人的眼光來看的話 這麼橘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嗎 就是橘呢 是這個比較亮眼的顏色 只是想說呢 放在唱片好像說 大家會看到這一張而已 真的 對 而且大家看博客來的時候 你知道大家畫面 可能就是比較 有些樹啊什麼的 或者是做得比較文青 文青 怎麼有一個好像 很刺眼亮亮的 真的一樣的東西 就會看到我的專輯 好 這是阿達的個人首張專輯 對 走心立血的一個作品 對 就跟你做音樂一樣 對 因為從詞曲創作 製作 服裝 MV 甚至包裝 都是你自己包辦的對不對 對啊 好辛苦哦 我覺得這個辛苦歸辛苦 但是我覺得壓力特別大 成就感也很高吧 成就感高 但是這個成敗也是看個人 沒有任何的後路耶 對 如果做不好就完全是你自己 感受的問題 但我覺得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你也給現在很多新生代歌手 一個壓力 有 這總是 你做出一個新的高度 你如果要發片的話 你必須要有 具備這麼多的能力跟條件 你才可以發一張專輯 沒有啦 如果要發片 要最具備的是 你要有一間公司給我 也是啦 兩個是聊開的 你還是有公司 還有公司幫你發行嘛 兩個是聊開的這樣 對 不過在這個 一個人要養成 像你剛剛講 這麼多的能力跟條件 那肯定也不是一進這行就有的 對 我覺得你是在這一行裡面 就邊做邊學 而且特別認真學習 對 我覺得 應該是說就是 我除了做專輯 做創作之外 還有做別的很多事情 然後我又想說是那種 如果沒有人要幫我 我先自己來試看看 一定要唱歌嗎 也不一定啊 就是我也有寫劇本 對 不然我意思就是做很多東西 你可以做這麼多東西 為什麼你還是堅持要出片呢 其實是這樣 因為創作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是一種獲得成就感的感覺 所以我除了就是 在做別的工作之外 我就一直在創作 然後我有幫別人寫歌 我有幫郭靖啊 對啊 左左右右啊 大天啊 溫蘭 溫蘭 對 但是有些歌呢 創作起來 不能給別人唱 你總不能看到郭靖在那邊 就打我啊 笨蛋 對不對 那太奇怪 然後左左右右在那邊 祝你身體健康 也不行 對 但是阿達一路以來 就是很辛苦 但我相信她的好朋友 也是幫助她非常的多 圈內真的是交友廣播 真的 她好友非常的多 但是我們其實今天呢 有請了很多她的好朋友來現場 但真的很不巧 很多都在國外 要不就在工作 你說這一兩百個好朋友 都在國外工作 這一兩百個好朋友 我根本就是人員很差 才沒有咧 但雖然他們沒有辦法來到現場 我們還是有請他們錄製了一個 祝福的VCR要送給阿達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恭喜阿達發最新專輯 最終二代目 真的很替你開心 而且是單飛耶 SOLO的專輯 我覺得非常非常不容易 這三專輯呢 你自己製作啊 然後有滿滿的你自己的創作 真的替你非常開心 YA YA 最終二代目是吧 阿達這邊 現在恭喜你 這個專輯呢 有非常好的成績 那有可能是因為 你有找我的關係 好不好 沒有啦 這個裡面的歌 真的都很棒 那希望下一張專輯 也不要忘了我 我除了饒舌之外 其實抒情也是抒情的厲害 阿達 祝你專輯大麥 還有 祝你專輯大麥 再一個 祝你百張 對 我想要祝他 百年好合 幸福美滿 這個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啊 這是一個藏陀詩 希望能夠每個好朋友 都買百張的專輯 然後每一年都可以發新的作品 好朋友們都可以繼續跟他好下去 然後和他一起合作的人都能夠大紅大紫 幸福美滿的意思 What's up 那個J這個Sean 這是J Sean 身為阿達好友的我 當然要對這位好兄弟發行首張個人專輯 說一些祝福感性 並且肉麻的話 祝福他 銷售量第一 祝福他 冠軍榜第一 祝福他 公佔全世界 祝福他 公佔全亞洲 祝福他 公佔美洲大陸 祝福他 壽比男生 祝福他 停在一個 就停在一個祝他就... 對,就沒了 祝他身體健康 不錯耶 他真的是很挺你耶 連衣服顏色都要穿一樣 所以重點是你們根本就同時期發片 他挺你到 就是讓你第一名 他不用第一名沒關係 這不是挺不挺的問題 這就是一個緣分 對不對 緣分 我們開心跟好朋友一起發片 常常會遇到 你看這麼多的好朋友啊 你剛剛看的VCR 你可能跟誰最好 我跟誰最好 其實我每一個感情都是不同的 深厚的程度 因為像小蝦 我們就是有一起出外景 都在很多地方就是混過很久 然後楊明威一起住在同一個房間 三個月拍戲 對 然後911也是就是 從他們成團之前就認識到現在 對 然後艾莎的話就是 我們一起開車度過了很多時光 對 對 所以然後像J.象也是在 他還沒有回台灣 就是十年前 還在美國的時候 我們就有音樂上的合作 真的 那個時候 做得超難聽的 沒有 因為那個 兩個人都亂做 交友滿天下 但這張專輯呢 應該是照這樣看起來 成大天一百張 然後你這麼多的朋友 一人買個一百張 他重點是他買了嗎 對 那些答應過你要買一百張的朋友 都有買了嗎 有幾個有買 哪幾個是沒買的呢 而且 有買的應該是就已經 大天沒有買我確定 好 他非常的 抓到了 人家就押他去我們公司 直接簽本票 而且我還有朋友那種 他以前自由發揮就買過一百張 他說他為了突破自己 他買一百零一張 這也是特別感人的 這滿感人的 對 因為畢竟過去一百張是兩個人的 而且他在101 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極力的數字 對 對 特別好的 現在第一個想到的國家 一、二、三 瑞士 瑞士 對啊,我剛去瑞士 對 洗澡會先洗哪裡 一、二、三 身體 你講什麼 我講身體 差不多嘛,對啊 我也是身體 如果現在要挑一條內褲 你會挑什麼顏色 一、二、三 紅色 幹嘛 你走星光大道啊 我有說紅色 就是比較旺 而且他在101 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極力的數字 對哦 對 特別好對不對 我比較好奇就是這一次的專輯名字 叫醉莊二代目 醉是什麼意思啊 沒有,其實這個是一個很特別 就是最中嘛 就是如果大家做創作 湯仁軒會重嘛 重 對,是最重的二代目 二代目呢就是 因為有這個初代目 初代目就是獻給自由發揮 李博恩跟我 這初代目 所以我第二代就變成二代目 是這樣嗎 對,是最重二代目 原來是這樣 這是一個心結吧 不是,這是心結還是心結 不是,不是 新的心結嗎 對 這是一個新的解釋吧 因為 因為根據我了解 不太是這一種 那是什麼 那你了解的是什麼 很多人都有一個意思了 原來還有別的 那Apple都問了你還不回答 沒有,其實是這個意思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只要看到中二 就非常興奮 又說啊,你好中二喔 這個中二是什麼 其實中二呢它是一種就是 你只要看就是很多 像是日本的漫畫裡面 它會有一種 幼稚到了一個非常偏頗的一個概念 的東西的時候 大家會做 覺得非常的中二 就你會看到網路上有什麼 鬼市企業 我稀狂紅龍不服來變 就是幼稚到一個不行的狀態 因為這張專輯我是非常任性 唱片公司給我非常非常大的那個 空間 可以讓我自己做 然後MV 我想怎麼拍就怎麼拍 然後我MV想找誰來演 就找誰來演 對不對,你看我還有找那個 黃瑋婷啊 我本人嗎 對 對 所以你是找一個中二一點的 對啊 什麼意思 來當女主角啊 難怪剛剛在休息室的時候 建恩哥就說 你就是中二代表 然後他還說什麼是中二 原來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 好 他比較像中毒啦對不對 最適合你的一支MV 幹嘛這樣 找不到比這個更適合 他演得非常好耶 他沒有演啊 對 哪有啊 但是因為他只要一說要拍MV 大家有時間大家都會幫 就是因為他人緣很好 真的 對 而且我真的很過分 我都是直接問本人 然後我就說 傳訊息說 你可以來拍我的MV嗎 就跳過經濟公司 沒有什麼預算 但有一段真摯的感情 對 然後我就答應了 就這樣就答應了 那好朋友的部分 今天就由我 小弟 來跟您 好不好 做一個互動 小潔是壽視率嗎 你知道我後來想想 今天大家沒來真的過分 我看到他 看到大天 看到LuLu 他們每一次在我愛偶像宣傳的時候 來賓是不是都是我 真的耶 對耶 你發現我來對不對 對啊 都是我 結果我今天來宣傳的時候 他們都不在 哭了 只不VCR 這樣子像話嗎 你別這樣講 小潔這個 其實也不太常當人家的趴打 對 沒錯 那我等一下 我要歡迎你 你要從後面出來嗎 來 好 硬要玩這一段是不是 我們歡迎我的特別來賓 今天阿達來到我們節目 他有一種 如人飲水的感覺 冷暖自知 還不錯 你的成語接得不錯 但是今天還是有一個人 他特地從我愛偶像請假 對 他不領這一集的主持費 喂 我還是不主持好了 我覺得來賓 來賓沒有主持費 我們兩個聊錢就髒了 對 很感情 所以 他今天身分不是主持人 所以不是主持費 主持費 主持費這一集是除以2 好 我們兩個 謝謝阿達 我們還會請你示範 因為這來賓不錯 不好意思 對 讓他變成來賓 我們今天這個預算多了一點 好 對 是誰要歡迎他了嗎 好好奇 我跟你講 這個人他平常不太上別人節目當愛賓 特別轉 對 因為他只要一來 就有收視率 而且他會搶走主角的風采 那他不行 那還是讓他在後面好了 對 直接來聊一下 我跟你講 再聊下去的話節目都要結束好不好 好 好啦 對 因為小潔平常跟阿達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沒錯 那事實上在生活上也有很多的互動 對 互相啦 因為我覺得我跟人相處就是直接 第一天就掏心掏肺 真的 所以才邀請到這麼多好朋友跨道啊 你再說他們都不來 好啦 那我覺得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就直接進入第一個關卡遊戲好不好 好啊 來 我是說真的喔 就我們兩個主持喔 對 因為今天小潔真的現在是變成阿達的夥伴 沒錯 然後他是特別來賓要來跟阿達進行這個 友情大考驗 對 默契考驗 對 沒錯 他們一開始就有一個默契考驗 是什麼樣的呢 看看你們到底是真朋友還是假朋友 才假的 都... 怎麼啦 恭喜主持人啊 你們知道這個遊戲必須兩個人 要有手掌、手貼手 這個沒有問題 對 要有一種心電感應的感覺 然後接下來是服務 對 這我們兩個沒有問題 我們都睡在同一張床上過了 OK 說法不說的 好 所以來,題目 好,現在就是我出一個問題 要看你們默契好不好 那數到三就要一起說出 腦海中想的答案 OK 好,首先第一題 請問 現在腦海中第一個想到的女人是誰 一、二、三 Apple 不說我 要說誰啊 拜託 沒有 你沒有限制啊 我們真的是 我們沒有套好的 心靈心念念的想著你 對啊 早來了 為什麼你們會想到Apple呢 這也實在是太... 很明顯 現在場上就我一個女生啊 對啊,而且小潔 哪有 你怎麼對你的了解 你這答案也太虛偽了 不會,為什麼我會這樣講的原因 是因為我跟阿達認識 跟Apple同時間 我們認識誰是十年以上的 對,我們是一起認識的 真的啊 對,所以說他那時候 你一問的時候我腦子 不知道為什麼就想到你那個 長得很奇怪的臉 好多哦 你才長得很奇怪的臉 還有他在哭的那個時候 對,瘋掉 好了,等一下 閉嘴 這一階段 我們變成Apple的爆料單 為什麼 記得有一次那個成熟 對 夠了 為什麼會很可憐 哭得好 發生過什麼事情 很多情感上的糾葛 對,我們繼續看下去的 好,來第二題 好,第二題 好 現在第一個想到的國家 一、二、三 瑞士 對,我剛去瑞士 對 就是... 但是我剛剛也是日本跟瑞士兩個 好 不是才剛去瑞士嗎 對,剛去瑞士 對啊 默契不好,你看 沒有,我剛剛也是有想日本 你是不是很想看我們友情破裂 那為什麼 為什麼你會想要講日本 比較近嘛 純粹就是... 對 應該會比較容易去的話 就是我們都比較 可能會喜歡往日本走 亞洲國家 邊的就是泰國 對,瑞... 然後瑞士是我剛去回來 對 應該是滿準的 OK,好 是我反應慢了 對不起 來,繼續 好,第三個 第三題 請問 最近最喜歡聽的歌 一、二、三 我說寶貝 不是 我說寶貝 真的很喜歡KANGER SIDAM 那個 小潔真的是很挺朋友 對 小潔都有那個想要引導他 但是不是阿達都不挺自己 沒有,也不是引導 是我真的是由內而外 真的想要好好的跟大家講說 我說寶貝這首歌 寫得真的非常好 都由內而外了,對不對 對,沒錯 還講不一樣的答案 肯見 默契真的不錯 你真的很想當嘻哈歌手 對啊 好 講一些偏頗的 對 再來,請問 如果現在要挑一條內褲 你會挑什麼顏色 一、二、三 紅色 幹嘛 你走星光大道啊 我想說紅色就是比較旺嘛 比較旺嘛 等一下 等一下,我覺得邏輯上面有點錯誤 什麼說 因為他就是為我著想 由我這個宣傳做出發 對 所以全部都是跟這個我有關 比較喜氣 但是我想的是就是比較生活面 生活面 但如果他真的為你著想 他內褲顏色應該講橘色啊 沒有,紅色就代表 連上賭桌都會贏嘛 就更吉利 所以你們現在要互相 平常是有在上賭桌的習慣 那是 這時候好不說的 不要 一下子就被套出來了 所以你要看你們的默契 你們現在可以猜一下 對方想講什麼 好 就揣摩一下 那我們知道答對一題吧 沒有,你要揣摩對方 揣摩對方 對 好,接下來 很多種狗的品種 你現在想到的是哪一個品種 一、二、三 松獅 還好賣賣 有了 這個答錯 真的被他拿出去 答出去拖去打 十年的交情 中間的第三者是一隻松獅來的 而且你知道我剛才有點忘記 那個品種 我們要講獅子 獅子 獅子也算接近 對 好了,因為小潔之前就是 現在也是 也是 LOLI就是松獅犬 對 那你那個呢 我是松鼠國美 都有一個松獅字 對 袋子差很多 我個性也差很多 對 好,接下來 手要握著 還有啊 請問 洗澡會先洗哪裡 一、二、三 身體 你講什麼 我講身體 差不多嘛 對啊 但是先洗頭啊 頭跟身體 雖然是一部分 但是一個明確的目標是頭 對 太籠統了 等一下,你先洗身體 那你頭在 這很奇怪 其實正常 我覺得正常應該都是 因為你要先胸口試試看那個水 對 我也是先打開水 然後我就是先 我不是耶 我都直接衝頭耶 我都先試腳耶 對啊 對啊,每個人個性不一樣 我每次去飯店 最氣的就是這個 好 偏偏想要洗腳 一打開 等一下 他說 真的 好,下一題 請問 腦海中第一個想到的 節日 一、二、三 第一首 題 我先了吧 阿達身體健康 等一下 糟糕 你在賣什麼 憲哥,我跟你講 這還有身體能力的問題 我的耳朵 接受到外界的資訊 傳達到大腦 在大腦 要很久 然後影響到我腹膠感神經 到我天洞 太複雜了吧 肩膀的肌肉 然後舉起手 我這樣子的傳播的速度 在天生上面是比它慢的 下一題 還有啊 腦海中第一個想到的 節日 一、二、三 聖誕節 差一點點 誰跟你過聖誕節啊 不好意思 你再一個說什麼聖誕節 聖誕節 哪有每天都過年啊 我就是每天都過年啊 好 過年對哦 每天喜氣洋洋 真的 天風喜是精神爽 對 接下來請問 看女生的第一眼會看哪裡 一、二、三 腿 沒有很熟 當然先看臉啊 他們默契有夠差的 我不是聊過嗎 對 好像聊過這件事 對啊 我醜 你已經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對 因為那個 你們兩個雖然是很好的朋友 但顯然從這遊戲感覺出來 默契不足 對 沒有 我玩過這個遊戲很多次 沒有任何人能夠答對很多題 因為這根本 就不算是默契啦 這個應該是你要想對方的答案 這個是個性 因為每個人喜好不同 他好歸好 但是喜好不一定一樣 對 但是如果是生活上 有多一點的互動的話 就會知道了 搞不好 就有些線索可以 松詩那些答對就是 有兩題啊 很厲害 好啦 OK 接下來我們在今天 在眾多好友裡面 我們特地邀請了 許多不能來的人 然後 要來進行一個大爆料 他其實很神秘 他就是一個 怎麼說 他的日常生活 他就是一個酷 不要被他圓圓可愛的外表給騙 就是因為這樣子 他才可以 擄過某人的方形 再直接祝福你們 希望你們可以早一點 像我一樣 好不好 加油 太喜歡 在一起工作的時間 拍人家睡覺 就是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個人一直很不諒解這件事情 因為休息 是為了走更草原的人 而且外景錄得這麼累 睡一下怎麼了嗎 偏偏要一直拍別人睡覺 好像 他說他的理由是因為 他準備要辦一個 睡覺的攝影展 辦到現在也沒一個頭緒 我那些照片放在你那邊 要幹嘛呢 拍過誰啊 每個都拍過啊 郭書尤啊 鬼鬼啊 還有露露啊 露露拍在睡覺 他最喜歡拍在睡覺了 順便爆料一個 有關阿達的就是 不為人知你 但是我覺得現在這個東西 已經變成 所有人都知道 就是他是一個非常 熱衷於嘻哈的嘻哈卡 其實我跟他有合作過 我們的影片還有放在YouTube 但是上面沒有打阿達 沒有打Jay Sean 你如果找得到的話 你再跟我說 我告訴你 這影片還在YouTube上 有MV的 來 那今天呢 就好Bruin有這麼好的機會 讓我好好的爆料一下 我一直都很好奇 阿達 你為什麼隨時都在戴帽子 我認識你已經十多年了 我從來沒有看過你把帽子拿下來的時候 你是不是睡覺的時候都在戴帽子呢 好 洗澡的時候 你會把帽子拿下來嗎 阿達很喜歡穿大件的衣 褲困擾的事應該是那個吧 翔裝每次都被認回阿達 因為他們是 對… 因為我很喜歡穿大件衣 我每天要戴個帽子 他這樣會不會很傷心 我只會這樣穿這樣 你自己好好保重 保重 我怕你真的 要你鼓勵結束 我穿 OK 我們要熟 等一下 保重什麼意思 瞭建制的同學 應該是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因為我跟建制也有 在專輯當中合唱一首歌 對… 我唱得極帥無比耶 真的啊 因為那首歌就是現在就是比較流行 Trap的曲風 但我們又不想說 因為Trap有的時候它會太兇 對 所以我又跟他說 我們做一首就是鬧的 是一首媽寶歌 就是裡面是在跟大家講說 媽媽要我早點回家快點接電話 這種莫名其妙 謝謝幫我叫一下 有 一定要嗚一下 對… 但你對剛剛大家的爆料 覺得怎麼樣呢 因為我覺得好像大家很純心 就是要來就是 陷害我 對 就鬧的感覺 但我真的在他回答之前 我必須要講 如果有機會我們找Jay Sean 來當我們的主持 就是外景主持好不好 他好活潑喔 跟上次他來做宣傳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因為我覺得他好兇喔 對 他兇什麼 他有一點 兇什麼 精神官的正感 對 但是你們是很久的朋友 真的在網路上 有你們以前合作的MV什麼的 有 那個導演沒有把它刪掉 但上面都沒有我們的名字 所以就是 也很難找 算了吧 很多有的沒有 但是大家不知道 因為像小蝦那個 真的是我這個特別中二的怪癖 就真的很喜歡拍大家睡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想要做的那個攝影展 就叫Z、Z、Z 就睡覺那個Z 但你知道一般人睡覺 的確是他一整天裡面 可能是最不好看的時候 因為真的很放鬆 對啊,不然我幹嘛拍呢 你這個門票可以收很高 因為可以看到很多藝人 私底下不為人知的一面 而且都是在遊覽車上 那種就是 直接... 有拍到那種翻白眼嗎 那這些人真的是真朋友耶 對啊 看到這種照片我會生氣 小蝦最多了 而且小蝦不只有睡覺 還有一些裸露的 對,我還要傳給小燕姐看 那你確定有... 有票房嗎 小燕姐有想要看這個東西嗎 而且大家想要買票進去看這個照片嗎 他勒令禁止我傳給他 我不願意 對啊 但是剛剛艾莎姨有講說 他好像沒有看過你脫帽子 我也沒看過他脫衣服 我必須要講 要看過阿達脫帽子 只有他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才看過 真的,你有看過嗎 有 我看過 我頭都剃很光 對 我都沒有在脫帽子 真的耶,我想了一下 我好像也沒有看過 你有看過啦 有嗎 那個時候脆了 OK 好啦,這個爆料的部分還好啦 對,讓大家對你更一點了解 那我一人再爆他們一個料好了 好 沒有啦,我們做個番外篇 但接下來要進行下一個關卡 就是猜歌遊戲 這個應該對你來講一點都不難嘛 好,來,試試看 是什麼 BTS嗎 什麼歌 BTS 什麼 什麼歌 什麼歌 那個 你唱過來就好了 寶貝 寶貝 不是 你問貝哥的時候在唱什麼啦 貝哥 BTS 好的,這一關卡呢 我們會過三關 對,我們還是製作單位非常壞的 你要三關要贏兩關才能打歌 哇塞 一關就好了吧 好啊 是不是有點壞 對 就要看那個主辦單位要不要放 對 但通常我們這裡人都不錯 對 我們就盡量輕鬆玩 不要太大的得失心 那就是沒有要打歌啦 但還是要贏 自在參加 自在打歌 我們想要你認真的玩 也要努力的玩好不好 好,所以第一關的關主就是小潔 小潔要跟阿達進行的是猜歌大賽 那我們要知道就舉手嗎 還是 對,我們待會會放前奏 你只要聽出來是什麼歌 你就舉手 我們音樂馬上就會停 你就要回答出正確的歌名是什麼 那答比較多的人就這一關獲勝 好 第一首 第一題 我先了吧 阿達身體健康 等一下 糟糕 對,你在賣什麼 不是啊 我也不知道嘛 可能我用反應比較可能 他在賣什麼 他是生先到 糟糕了 我們這一題叫做放水體驗 不是,憲哥我跟妳講 這還有身體能力的問題 對 我的耳朵接受到外界的資訊 傳達到大腦 再到我的這個 要很久 夏士丘 然後影響到我腹膠感神經 到我牽動我肩 太複雜了吧 肩膀的肌肉然後舉起手 我這樣子的傳播的速度 在天生上面是比它慢的 所以如果你這樣子比賽的話 我就算都會也是輸定 可是你應該嘴巴輸出到滿快的 還想 咬什麼 所以我建議 一彈攝影機就抓我 我就咦的時候 就讓我先 不行這樣子 不行這樣子 不然一題你算 剛剛那一題示範賽好不好 因為我們這一題 好不容易想說弄一個放水 對啊,你的歌耶 身體健康耶 不然這一個就是 這一題先示範賽 所以一知道答案不要先 要先舉手好不好 好 來,馬上開始 是 停 Apple 怎麼樣 被他猜中了 我怎麼樣 是不是 所以答案是 蘋果 答案 這個是謝和弦跟受手的合作 對 所以阿達目前先得一分 好,接下來下一題 下一題請聽 超快 超快 不好意思 你又有什麼問題 我問一下就是 如果這一關你贏 是不是你會打歌啊 我會打歌啊 是喔 難怪他企圖心這麼強啊 他那個企圖出來 他就舉手了 對,馬上 沒有,他每次玩遊戲就是這樣 我就很認真 他就是一個勝負心很強 對,每個人 等一下到我那一關 就自然而然會放很多水 所以答案是 周朗豪的TURN UP 答對了 好,那你也要盡量參加好不好 有 但你們有沒有看到他那個企圖心有 有 超認真 不瞞你說我也嚇到 他是錢 好像有錢可以拿一樣 只出來四分之一的小節 他就舉手了 這一集都沒有主持費 你讓我有一點參與感好不好 終於自己說出來了 對啊,好不好 等一下哦,他沒有主持費 好,來,下一題 下一題 你是不是先舉再說 先舉再猜嗎 可以再播長一點嗎 這個你知道 我當然不知道 你不知道嗎 聽長一點 再繼續嗎 抒情歌 有沒有什麼 這歌錄感覺 有嗎 有了 是不是 等一下,你 有嗎 千年,光年之外吧 到底是光年之外 還是千年之外 我送你 對,光年之外 另外一首吧 光年 光年之外 之外 還是千年之外 鄧子綺 答對了 答對了 對啊,你看 新歌你也OK啊 對,真的都是新歌耶 來,這一題啦 好 舉手要快哦 來,請音樂下 這個太容易了 你們是不是直接YouTube下載 那你可以給我看那個MV 一開始的那個姿勢嗎 哪一個 現在嗎 對啊,你不要 我不會再中劍 你知道上次我在過年特別節目 擺了之後 對 結果劍哥下去跟我說 下次不准你這個樣子 為什麼 因為他整個過... 而且他整個過年就躺著了 真的假的 不要這樣講 就中風了是不是 沒有,現在沒有過年 因為那個 腦溢血是不是 不是,我覺得在現場 真的有點危險 真的 對 可是大家不知道 大家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就我的歌啊 對 所以 緊接著下一題請聽 我忘記歌名了 你又來了 我知道是誰 你知道歌還真多耶 好,我讓你先講好不好 好,你是來賓我讓你先講 可是我不記得歌名了 拽哦 沒關係,你講出人名 我就幫你接下去 這題算你的 好,李謙娜 答成回來過 答對了 答對了,所以 我抗議 就算他的啦 當一個電台DJ 每天都要聽新片新歌 這樣子比 我覺得不划算耶 不划算嗎 我也是電台DJ 我都沒有猜對 好,不然再玩個兩題好了 那電台DJ播歌以後 耳機就拿下 再玩個兩題 因為我覺得 滑手機 對啊 再玩個兩題 因為我覺得這兩題 應該你們可以憑自己各 各贏勝負 好啦,試試囉 現在目前是3比2 好不好 好,接下來這兩題請聽 91Fit Jeff 往下回 有趣嗎 你讓我認真玩 我認真玩啦 不是,你這樣 大家看節目 沒有樂趣 因為他們都還沒有聽到什麼東西 阿尼就出來 那下一首歌 太快了 下一首歌好不好 但目前的比數是3比3 下一首歌說好 讓他先播10秒再舉手 對啊 會也不要這樣講嘛 對不對 要注重我們那個節目的長度 等一下你確定下一首要先10秒 我告訴你 我覺得你一會你就要舉手 我跟你講 怎麼樣 下一首一播 搞不好都沒有人要舉手 怎麼可能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打歌啊 這太明顯了 那我知道了 所以我們換到別題好了 好 有,歌啊 別題好 好,來,下一首是什麼 我真的不能舉手吧 你來吧 你看吧 不是,這前奏 前奏有點 怎樣 有點困難是不是 對啊 這種清晰的感覺 可以嗎 現場有人知道答案是不是 有嗎 不然我們聽完好了好不好 聽完好不好 對,聽完好了 這歌現在破百萬的解約率 對 要當廣播座就對了 好,對 好,跟舉手而已 跟舉手 我說寶貝 答對了 沒錯 我說寶貝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這階段誰獲勝 阿達 比是不是4比3 阿達獲勝 是的 你真的很好勝 當然 個性都不改一改 好勝還是好色 都有 好 緊接著第二個關卡 下一階段是什麼 好的,接下來是時事關卡 那交由健衡哥來擔任關主 跟阿達來挑戰這個關卡 現在他們手上已經有氣球了 對 就是要怎樣 就是左右 對,如果健衡哥打完之後 對了就換到你身上 然後看誰抱在身上 對 就算輸了 氣球抱在誰身上 誰就算輸了 還考時事 沒錯 會很難嗎 時事有很多版 會不會要清楚的解釋 一帶一路的規劃跟 類似 或一立一休這樣 那在我就放心了 對,我通常對影劇版以外的 都比較熟 真的,假的 對 好,準備了 來 第一題請問 請說出兩名 曾和阿達合唱過的歌手 LULU 還有 還有那個 這個很簡單 女歌手耶 沒有,歌手而已 歌手啊,叫春風啊 好,春風,換 換 好,請問 請說出兩位戲劇中 曾女扮男裝的女藝人 喂 喂 哈囉 女扮男裝的女藝人 那個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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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突然忘記那名字對不對 朴姓慧是不是 原來是美的 有,有 再一位 還有 唉唷 怎麼突然今天想不起啊 有啦,很多 賴雅妍,賴雅妍 有,OK 好,來,第二題 請問 怎麼一下就這麼大了 唱出一首歌詞有顏色的歌 有顏色 那個 那個聽海 哪裡有顏色 有 主歌 愛是什麼顏色 要唱出顏色 要唱出顏色 不是要有一個明確的 對 有 這麼快啊 換阿達 請唱出一首歌詞有數字的歌 7533967 好,可以 來,繼續 來,換憲哥 請說出一個台灣現在的男子偶像團體 TOP1 可以,可以,過 這麼快啊 好,請說出今年金曲獎 最佳國語女歌手的得主是 喂 哈囉 哈囉 男生是方 你不是在現場 女生,女生 男生是方大同嘛對不對 女生 女歌手 來,誰 艾依良 不要過來 請說出今年金曲獎最佳男歌手是 方大同 為什麼 來,快點快 不要到我了 快點問好不好 請說出兩個推出歌曲MV的台灣網紅 聖結石這群人 來 請說出兩部今年暑假要推出的國片 那個 腳頭二 腳頭二 然後那個痴情男子漢 好 走 好 請說出一首歌歌詞中有身體器官的歌 愛笑的眼睛 愛笑的眼睛 來,我現在幫幫我拿一下 來 好 這許是誰 對,這是誰 是誰在沖氣 有意思嗎 我不知道 有意思嗎 抱在你身上 好,抱在我身上 好啦,這樣也好 我們才可以進行下一關 好,這一關 關卡是舞蹈關卡 對,待會呢 因為那個阿達跟小潔是一組 然後我跟健衡哥是一組 是我跳嗎 三 不會 是你跳 是你跳啊 你比較會啊 對,所以你跟小潔是一組 你要跳給他們 我懂你說了 就是假如說 如果只有五題的話 我們如果全部五題完 然後花的時間多少 然後看誰贏嘛 對,花的時間比較短的那一對就贏了 好,OK 等一下我們也要 我跳 你猜就好 好啊 如果真的要讓的話 怎麼樣 你猜啦 我相信你一題都答不對 才不會呢 我會猜得出來哦 他好強 好,那就先 可能是因為是你跳 你... 對 那先從你們那一組開始 好,來 好,所以小潔要先往後面翻 OK 對,不能看到 然後阿達先看一下 我們第一個出的跳舞題是什麼呢 會不會很難 這個我可以了 這個可以了 可以了嗎 所以計時開始了嗎 好,來 沒有人 WONDER GIRL 好快哦 厲害 再來 來,我會 這不行,這都太簡單了 那是雪狗,JPN 男人 看你 太簡單了吧 可以嗎 好 好了嗎 可以,這個 來 這什麼 這什麼 這我還真的猜不到耶 我算PASS 不行,只能PASS一次而已 只能PASS一次 只能PASS一次 那個什麼東西啊 沒有提示嗎 沒有了 關總 要嗎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要記一些他的比較經典的動作 誰啊 對啊 可是這就是最經典的啊 真的 真的耶,這是經典的了 來 這什麼,那誰啊 這手可以 好 好 對啊,這就是最經典的啊 好,這個厲害 好了嗎 來 你在喘耶 對 這什麼 BTS嗎 什麼歌 BTS 什麼 你竟然看得出來 這一題了 來 什麼 好了嗎 BTS超累 來吧 這樣一個人這個很難詮釋 來 來 來 KREONG POP 什麼歌 KREONG POP那個 那個歌名我頭都忘記了 歌名這麼簡單 你也忘記 歌名是什麼呢 Up and Down 不是吧 BAP BEEP的那個 就時間 是什麼 你唱出來就好了 BAP BEEP的 BAP BEEP的 最後一個的歌名 我覺得 KREONG POP 你FIRE跳得很好 我必須要說 你FIRE跳得很好 有猜出來啊 有猜出來啊 對不對 FIRE跳得很好 但是你 鼓鼓那個你這樣子 我真的不知道 好 如果你 我就知道了 但你們也還是很快 你們五題答對的時間 總共花了2分15秒 好,我們看下一組怎麼樣 好,緊接著換我們這一組 好,來 好 好,來喔 好,題 來 這個喔 你這個太故意了 Nobody Wonder Girls 一模一樣 你不是這樣嗎 你是不是想放水 你們多聊一點 沒關係 對,你們聊吧 Guardam Style OK,換下 下一題 跳不跳得出來 可以吧 先把裙子濕了吧 這是什麼 你這個很像巴西加年華的 這個是什麼啊 你這是進級的巨人吧 這是進級的巨人吧 可以Pass 那個 一分八 快去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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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來,下一個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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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容易 這個不容易 這個他不會知道的啦 什麼態度 他怎麼會知道 不是,好 來 他有拍MV 他還跳成這個樣子耶 因為他沒有跳那段舞 好吧 阿達 什麼 身體健康 有 各位老闆 好,快翻過去 這個也難 好 好 他怎麼那麼厲害 他在幹嘛 在忙什麼 我也不知道他在幹嘛 家裡有 這不是跟剛剛的一樣嗎 不一樣 一樣嗎 要看那個節奏 一樣是巴西的加年華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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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不行啦 這個太簡單了 我跳過了 好 可以了 拎了 目前 目前 你不要閒聊 你要講答案 如果這題猜對的話 還沒 我們還差得遠 所以你真的可以認真玩一下 是嗎 對 不然呢 沒錯 你自己看影片的還問對嗎 然後三個餅乾 說二耶你 好 好 這個要贏嗎 這是我本命團 你還是滿會跳的耶 這個我就知道了 什麼 什麼 但我如果講出來 我們已經落後他們很多了 真的嗎 你自己認真玩 那你多跳一點 然後 沒巴掌巴掌努力不肖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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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啲啲啲啲啲啲啲 YA 你知道有多喘嗎 翔哥 你有阿達喘嗎 你來跳一下 FIRE啊 是不是 對 我跟你講 如果之後有類似像這樣 歌手宣傳打歌的 你要不要直接讓他打歌 我們不需要這麼辛苦 真的 而且他都不累 我好累 我不累 他很累 我哪有能跳FIRE這種歌啊 我如果都是跳那種 我還是會體型啊 對啊 但是說實話 就是呢 來上我們節目 我們對來賓真的很好 真的 我們很痛苦的是還要一邊 就是裝不會那個部分 我的確不太會 因為你剛剛都在裝不會 不是真的不會 我不能贏阿達啊 對啊 那人家來當這邊打不到歌 是不是 很可惜啊 就是過程我比較辛苦一點 對,沒錯 但是要怎麼輸 你們要辛苦一點 對 各有各的辛苦 這一個韓國通要裝不會 他多痛苦嗎 對啊 他的好勝心還好沒有像你這樣 所以你都放第一棒 因為你就說 我知道 記 對 必要的時候 小潔,我教你 你就實話 STONE STONE 好 觀眾就會覺得發生什麼事 沒有啊,為什麼 我會這麼認真 因為我們今天不是主持人嘛 對不對 你說的哦 對 主持費就除以二啦 好,OK 重點是阿達今天可以打到的歌 好不好 來,最後再宣傳一下 最後是再幫我們宣傳一下 這個最終二代目 好,我的新專輯 最終二代目已經發行了 那裡面十首歌 都是我自己的創作 對,這次不一樣的是 我會把十首歌 都會拍成音樂影片給大家看 也希望大家可以配合著影像 來一起欣賞我的音樂 謝謝 好,那我們今天要播哪一首 讓你自己選 播 打我笨蛋 好哦 嚇我一跳 打你啊 謝謝阿達 謝謝阿達 謝謝唱片檔 來 拜拜